为了当明星 女人日日夜夜与导演研究剧 然而得知双胞胎妹妹就要嫁进豪门 女人果断踹掉导演暗藏心机地来到妹妹面前 以假借百万钻戒一带扰乱妹妹视线 当戒指带到手上面一刻 等待多时的卡车迎面而来 就这样在美珠的精心设计下 姐妹二人因车祸毁掉容貌并且昏迷不死 很快二人被送到了医院 由于妹妹伤势严重先一步送进了抢救室 而美珠只能先做简单的处理 突然妹妹的未婚妇龙少冲了进来 看见手上的钻戒 她便确定此人正是自己的爱人 龙少浑然不知自己认错 不停地呼叫着西珠的名字 但似乎听不到不为所 护士意识龙少不要耽误自己的功夫 万般无奈下龙少只能出去门外 可当龙少离去的那一刻 美珠便睁开了双眼 显然美珠一直都是清醒的 就这样在护士询问下 病例上顺理成章地写下了妹妹西珠的名字 而医院外的龙少 先是联系了姐妹二人的母亲和美珠的男友 随后又联系了当地著名的整容医生 然而当医生看过美珠整个颅骨片子 便发现了端倪 因为从各个角度观察 躺在面前容貌近毁的人并不是照片上的妹妹 美珠深知自己不能瞒天过海 她直接说出了实情 表示真正的妹妹此刻已经脑死亡不可能恢复 不如将自己整容成妹妹的模样 代替妹妹过上豪门生活 医生听过美珠的计划出于本能就要拒绝 但听见美珠会拿出五百万的报酬 就这样经过医生24小时的奋战 美珠的手术很是成功 另一边真正的妹妹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 被医生擅自地整成了姐姐的模样 本以为做的一切天衣无缝 但当美珠男友询问美珠腹中的胎儿如何时 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此刻躺在重症监护士的美珠并没有怀孕 男友很是疑惑她反复地寻求护士再仔细检查一遍 但得到的答案仍然是没有 男友心中便有了一个诡异的猜想 是不是医院将毁容的姐妹搞混 带着疑惑她来到妹妹的病房 可她的到来被美珠发现 美珠只能用紧闭双眼来缓解自己的紧张 正当男友想上前寻找猪丝马迹时 龙少从卫生间走出来 男友再三犹豫没有询问太多 可当他走出诊室护士便拦下她 告知经调查在几日前美珠就已经打掉了孩子 导演虽心中很是气愤 但此刻也无可奈何 伴随时间的流逝 终于到了拆去纱布的那一刻 在医生小心翼翼的操作下 一张完美西珠的脸呈现在众人面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 美珠表面没有波澜 但内心却兴奋不已 她身为俱下地感谢医生的医术 但就是她的声音引起龙少的疑惑 不知所措的美珠望向医生 医生便以车祸损伤声带而敷衍过去 眼见龙少未在怀疑 美珠便要提出渐渐姐姐 大家本以为是姐妹情深 实则是美珠内心的不确定 当看着自己的脸蛋已经迁移在妹妹身上 见过妹妹后的美珠心中一块大石就此放下 转天在龙少的陪伴下美珠伴了出院 本以为自己的豪门生活就要开始了 殊不知 贪财的医生竟然将五百万提升至一千万 如此狮子大开口 让美珠很是气愤便想与医生撕破脸 但她却没想到医生竟然留下了自己的证据 万般无奈她只能先稳住医生 可当美珠与龙少回去豪宅的那一刻 一切仿佛有些不如意 面对龙少家人的热情 美珠只能伪装得很亲近 生怕有所变故几天后 美珠就与龙少举办了婚礼 当美珠身穿婚纱走出酒店大堂时 母亲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 病房内的姐姐 也就是真正的西珠竟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